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退出国民党 在台湾政坛引发议论 一向以捍卫中华民国为使命的于北成将军 成为一颗失去方向的北极心 在谈于北成的前世前 先来看看于北成的双心有谁 1979年 仇海叛逃到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陆军上尉连长林毅夫 林毅夫目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博士 他曾经是人大代表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协家 那么尤其是以芯片为主的高级副行产品的这种机翼 所以可以讲说合则两利 分则两汉 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加强合作 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实现 而且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台湾人民他不仅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好处 而且台湾人民能得到的好处 一定会永远大于大陆人民得到的好处 这个职位过去是没有任何一个亚洲的面孔 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 是中国台湾省全国人民代表代表 也是蔡英文的正双心 听听她的声音是否相提了蔡英文 一道一道给你上 然后考验你的专业功底 现在在世界银行的各国家的指动办公室 都说全部都按林毅夫说出来的办 当年林毅夫叛逃的原因有很多说法 但本座的看法是前世的牵引 因为冥冥之中对岸的张国道朱镕基正在向他召唤 张国道朱镕基是林毅夫在中国大陆的正双心 朱镕基是张国道的转世 林毅夫在台的军人生涯 是张国道在国共合作时的前世今生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也是宇北辰的正双心 那人跟政党关系本来就如此 理念相近你就入党 那理念不合你就离开 好聚好散 但是我觉得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也不要做不实的攻击 那比如说国民党有发过澄清 就是到他退党之前 都没有对他做过任何停权的处分 那么跟他的说法是有出入的 我认为这一点应该要客观说明清楚 韩国瑜与朱镕伦也是宇北辰的正双心 宇北辰宣布退出国民党后 就立即公开支持民进党籍 台中市第二选期 立委补选候选人林静怡 这才是宇北辰退党的主要原因 他要救援林郑怡 因为林郑怡是他的正双心 他的另一半 他们是同一个人 朱镕伦主席秒关心血加油 是加油什么 加油暴力吗 赞成暴力吗 你们觉得于北辰是在做假新闻吗 帮我加油 揶于什么 现在在国民党没有两件事情 会受到人的重视 第一件事撑韩 帮韩国瑜 发张照片四万五千人按赞 第二件事打鱼 只要修理预备成 修辱预备成 这就是国民党 不想翻脸而已 我跟你讲 怕你啊 国民党够了 恶心到底 新朝被盟军灭于公元1234年 静哀宗逃离汴京 到了蔡州 自敬而亡 王前 收负三军 从实祖宗将土 于是 端平入落战役正式开打 南宋末期抗蒙名将 李文德 起身以此意 李文德 李文德正式于北陈将军的前身 他和蒙古大军 对峙三十几年 战功赫赫 公元1235年 蒙古大韩窩窩窩台 派遣两路大军南下 攻打南宋 揭开了南宋和蒙古之间 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 相反之战 南宋主帅乃李文德 保卫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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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只要我们万中一新 襄阳城就能守住 我曾经说过 国境定与襄阳共存王 郭大侠 襄阳城 全阳让你了 蒙古人又要共存了 兄弟们守住啊 城门关锦了没有 蒙古的两路大军已经回事 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南阳 更为不利的是 蒙古军这次来襄阳要动用火炮 看来襄阳的守城之战损失会很惨重 尽情 吟阳城 紧闭城门 横顾日要进攻了 快 级闭城门 快 紧闭城门 快 快点 别让他们放进城 快放箭 手多要紧 放箭 这些都是大宋百姓 不可放箭 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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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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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守长白 快点 人一样就要杀了 先去放箭 放去放箭 放开 放箭 各托 都有 放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王爷 致老夫贱人不当之罪 但愿入王爷所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蒙古人本以为这襄阳城会不攻自破 可是我襄阳几十万军民硬是跟着郭敬郭大侠夫妇死守城市 李志蒙古兵始终攻不下来 无奈之下只好退兵 寿天后襄阳城大开城门 是当能劫彩啊 这十几年哪 要不是襄阳坚守不屈 大宋的半壁江山早就不在了 没错 这朝廷中啊 以丁大全 陈大方 胡大昌三人为首 林安百姓啊 把他们的大字都加了一点 成全了 说丁大全是祸国殃民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集再会 若喜欢这个视频 请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 关义千精彩的 前世今生讲座 打开小铃铛